根據最新交通部統計數據 今年前八個月 臺中市酒駕事故數和酒駕的受傷人數 都是六度之冠 警方分析和人口數第二多 以及交通的流量大有關係 但是酒駕防治團體不認同 他們認為防治酒駕 其實還有更多的作為 上個月二十五號 警方攔查酒駕 但駕駛加速逃逸 最後人被警方攔下 今年七月北屯區長 也涉嫌酒後駕車被攔解 後續調職移送法辦 臺中市酒駕釀貨頻傳 根據交通部最新統計 今年一到八月 臺中市酒駕事故數和酒駕受傷人數 都是六度之冠 臺中民眾有不同看法 就很可能延伸後面發生酒駕的事情 今年前八個月酒駕事故統計 臺中以六百二十四件七百八十八人受傷 雙雙位居六都榜首 臺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隊分析 逐因是臺中為人口數第二多 交通流量大 因此事故也比其他城市多 臺灣酒駕房治社會關懷協會批評 新北市人口最多兩項數據 卻指名列第四 此說法不攻自破 建議臺中市府因跨局處合作 修改自治條例 對工地飲酒發動勞減 強制飯酒餐廳為酒客叫代價 以及開辦酒駕累飯 介製酒飲課程 才是根本之道 記者 台中報導